这里是福建中林新春年味特辑 说到年味,大家一定会想到福这个字 今天我们来到了咸村谢修文老师的家 来看看他家的福字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走吧 今天我用这个铝箔 就是我们平常用的一大罐来做一张福字 这个福字融入了我们咸村生产的一些农作物 还有我们行政资助姑娘的心情劳作的场景 意义着我们乡镇心心向路的心想 祝大家五年福寿飘宁 ah hah 他身刺吗 si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